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要繼續來佈置島嶼啦 上次我們佈置了本島上裁縫店與雜貨店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把博物館與周邊佈置完 我的博物館預計要蓋在服務處後方第二層的位置 可以看到樓梯從裁縫店後方露出來 上去後這邊就是博物館啦 而樓梯旁邊有一小塊空地 我想把它佈置成博物館旁的高級冰淇淋店 在裁縫店與樓梯中間有個空間 我放了結婚中 上面再擺個藍玫瑰裝飾一下 這邊擺公共長椅好像也不錯喔 之後也許我會再來調整 我預計博物館前面可以鋪大理石的地板 看起來應該會很高級 我就搜尋了一下大理石的設計 發現了兩個感覺很不錯的設計我就先下載來 待會我們再來看看能怎麼去使用 我想先從下層的冰淇淋店開始佈置 店面的地板使用陶磚地板 想放路邊攤當作店面來使用 在博物館旁邊的冰淇淋店應該會蠻高級的 發現剛宰下來的大理石設計搭配棕色木頭 這個高級感就出來了 大理石磚的路邊攤喔 電話亭的位置需要調整一下 原本的地方來放置雙麒麟燈 電話亭則移到店裡面 可能你們會覺得怎麼會把電話亭移到店裡呢? 但在台灣長這樣的電話亭通常都是放在餐廳裡面給人拍照用的喔 所以我放在這裡是很合理的 不要質疑我 放個包冰機在野台上 內用區預定使用鑄鐵木桌椅 但桌子比我想像中的大很多 待會再來找個更適合的桌子來替換 用復活節氣球來裝飾一下冰淇淋店 改成自然風房桌之後呢 大小就比較適合了 我們來放一盤冰棒在桌上吧 雖然我從來沒有看過有哪家冰店 會在門口放雙麒麟的招牌 店門口是用爆冰機 客人卻在裡面吃冰棒的 種個兩朵藍玫瑰點綴一下 為了配合整體顏色呢 我也把鑄鐵木椅改造成胡桃木色的 放一張木製的凳子 當作是給店員使用的 這個冰淇淋店的小店鋪就完成了 接下來就是今天的重點 博物館啦 拿出剛才下載的大理石圖案 鋪在博物館的門口 最邊邊的地方我們來種一下灌木 繼續用拱形磚路把其他路面給鋪滿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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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側這邊放一下復活節樹 博物館旁邊一定要有這種一般人看不太懂的藝術裝置 兩側放個靈異廣場裝飾 接著再放個感恩節盆栽 樓梯移上來的地方放個神聖雕塑 給要進入博物館的人來個下馬位 再來我們使用婚禮柵欄 把周圍圈起來 放兩個遠古的雕塑在盆栽架上當門神 接著我們再加裝個復活節盆栽 最後再加些綠植 博物館也就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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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好 好 好 我試試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